云林北港镇有路面出现大窟窿 怀疑是地下水道设计不良 造成地基流失 而且补了又塌 让地主相当困扰 南大水里这几年 引进新品种的翠玉荔枝 似乎因为宣导不够 加上绿色的外壳不讨喜 市场价格低迷不振 电脑游戏Candy Crush受欢迎 台中一群老人家还玩上瘾 每天花很多时间 研究闯关的秘诀 更多有趣的人文采风 都在6月18号的 中台湾礼服新闻